在菜市场中,体积最大的蔬菜应该就是冬瓜了 冬瓜果形端正,肉质充实 而且新鲜的冬瓜可以在湿度为70%到75%的条件下储存5个月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个季节都看到冬瓜的身影 再加上冬瓜价廉物美,深受人们的喜爱 备受人们喜爱的冬瓜,杏凉、胃肝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微量元素 而且,无论是瓜肉、瓜皮或者是瓜嚷都含有丰富的营养 冬瓜果肉含有果干、露醇、熟里糖、葫芦素地等多种功能性成分 纳和纤维素也低于平常蔬菜 而且,冬瓜富含、丙床二酸能抑制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成分 防止体内脂肪的堆积,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可以增加减肥效果 因此,冬瓜又有减肥瓜的称号 冬瓜皮富含多种挥发性成分,又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用冬瓜皮煮水饮用,有清热、沥水消肿的作用 适用于湿热所适的小便不利等症状 冬瓜瘾的白色心部是维生素C含量最高的地方 用来脚脂服用,可以止咳、解热毒 经常用它清擦面部,可使皮肤白净嫩滑 经常服用冬瓜含有这三种作用 一、降糖降脂,保护心血管 冬瓜中含有丰富的丙醇二酸 这种物质可以有效控制身体中的糖类转化为脂肪 防止脂肪堆积 对防止高血压、动脉中央硬化、减肥都有良好的效果 而且冬瓜中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和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降低体内胆固醇、降血脂,防止动脉中央硬化 二、保护肾脏 肾脏可以调节免疫功能,改善临床症状 而且还有治疗肾病水肿和心脏病水肿的功效 同时,冬瓜汁或者是冬瓜的提取物 可以增加排尿量 减轻由生拱引起的肾病病变程度 对肾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三、美容养颜 冬瓜中除了含有大量水分以外 甲元素的含量也很丰富 其中含有的VC含量比苹果多 冬瓜的饱腹感较强 对于需要低热量饮食、瘦身美容的